是沒有夠膽出來面對我的 其實我都預料了 其心不正的人 當然不會這樣見我 我今天的主要原因出來 是想問他們這幾位的人士 官員 議員 還有陳鴻佳 還有他的父母 還有管轟名牧師 可惜他們是一個都不敢出來 我想問鄧炳強局長 你接受了電台的訪問的時候 陳同佳只不過是 就完成了洗黑錢罪的復刑 但是他還沒就殺人罪 這個這麼重罪來受罷 他們出香港人的糧 應該做回他們的責任 我想問的就是蕭澤儀署長 我想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陳同佳住了安全屋 差不多兩年了 警方根據什麼機制 來到要保護一個殺人犯呢 周浩鼎和李慧琼 我只是一個媽媽 不懂得什麼叫做政治 我這個女兒突然被人謀殺了 當時六神無主 被你花言巧語 騙我說一定會幫到我 我們說很有辦法 你們說很有辦法 但是最後你們究竟 幫了我什麼 我想知道 連電話都不回過 陳同佳出獄後 所有東西都卸給了管睦 之後就人間蒸發了 李慧琼 你不是哄我說 一定會幫到我的嗎 去做事吧 麻煩你 和周浩鼎 你做人真的 一點都不頂天立地 我夾話的是你的 這兩個人 在2019年2月的時候 可以記照前一天 告訴我們 有一條條例草案 可以幫到女兒 當時我以為是很有希望 但是太多聲音反對修例 這兩個人 叫我千萬不要出來 出聲 讓他們兩個幫女兒討回公道就行了 覺得他們真是毀了 整個民建聯的公信力 真是所謂敗壞加聲 第四個人 就是管庫明牧師 不知道你是不是利用 勸服陳同佳去台灣投案 在你參選的時候 是不是來騙暴光率 你不要再裝傻下去 不斷死都說台灣不批簽證 被殺人犯陳同佳投案 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資格 做一個帶領信徒的牧者 第五個人 就是陳同佳 為什麼你要殺了我的女兒 為什麼你要殺了我的女兒 我想問 最後 我相信 駱惠寧主任 已經是 領迴到香港這幫官員的辦事能力 你說什麼 什麼 這幫官員沒法 你 125人